我們這個Youtube沒有被共產黨封 我還可以什麼都可以說 我不怕的 我什麼都不怕的 所以一定要說 我們跟觀眾之間絕對要誠實 知道什麼要說什麼 好嗎?我今天講到這裡 原班 你要一兩個小問題 你是不是要講一下? 上個星期你說的 人家可以的 今天好像有些五毛 多了些五毛 那麼好啊? 問什麼 五毛我也回答他 有什麼所謂 沒有五毛拒絕人 他講什麼五毛 我也有 五毛有些人多人身攻擊的 那些 沒有問題啊 不是人身攻擊 我怕什麼人身攻擊 我出來我還怕人身攻擊 我不怕的 他怎麼說 舉一個兩個例子給我看 先講一些問題 一個就說拜登是不是做大龍鳳 雷生大雨點小 接著另一個就說 不是啊 我看這次拜登做的一點都不小 他這次拜登做的事情 我老老實實說 如果特朗普今天當總統 未必做的 特朗普要顧著那些生意 他這次 那些生意損失到很離譜的 這次我覺得他 當然可以去申請 但是這個太大 這件事已經沒得搞了 可以這麼說 所有用晶片的公司 用不到資 很多時候公司要發展 要融資的 人家知道美國這樣制裁 誰知道你明天制不制裁 用不到資 我不會再投資給你 他用不到資 那些全部都是直線下降 直插了 沒得談 這幫人全部還原 還有什麼問題 還有一個就說 像北京有一個橋上面 要反習近平的那個標語 我看到偷偷地擺上去 沒有什麼 這些是拗痕來的 你真的這些東西推翻不了共產黨 你真的要推翻共產黨 要有人出來 真的要跟他這樣對著 現在那幫人 其實在七中全會裏面 估計的都有人出聲 但是都不夠大聲 那些人在觀望 那些裏面的代表在觀望 應不應該推翻他呢 還沒去到這個程度 看看這次 美元的 很多人引用以前的慣例 就推斷說將來這樣 未必的 習近平不是慣例來的 他的作風不是慣例 所以那些人對付他 都未必是以前的 我最聽到別人想說 如果定得日子就肯定他做定了 很難說 這個世界 習近平那些東西呢 他有時候就很激烈的 他沒有想清楚 他就說出來 你看很多的項目 他就 未看清楚 他就說 又說做 那麼 終於是頭部 包括這次都還沒完的 不要這麼快說 說這個 根本現在人都沒選 是不是 常委也沒選 政治局也沒選 中央委員也沒選 等有了二十大之後 第一個宗傳會議就開始選 現在這件事人人在變化 你看美國那個招夜 昨天出的 一招夜就沒有 那招夜致命的 是厲害過核彈 厲害過當日制裁日本 所以還有 吹什麼招 不知道 美國呢 他們確定的 一定要出一些招數 就可以推翻習近平的 美國都很想推翻 美國很多都是想推翻習近平的 還有什麼呢?老師 然後你問 港共的下場會是怎樣的? 香港的 港共的命運就是激於北京的命運 北京將來 我們現在最好的放棄共產黨 就算他 總之他要轉回溫和的 否則他的經濟實在搞不下去 一轉回溫和的時候 香港這幫人全部不用了 因為用來找你做打手 以後就不會用他們做打手的了 因為那幫人 香港人如果要在香港轉一轉 搞好一些經濟 這幫人完全不能用 沒有一個能用 李嘉超也好 鄧炳強也好 那幫 連那幫老鬼 梁振英那幫人都不能用 全部不能用 基本上其他就沒有了 那有些說 甚至以為告去海牙法庭沒有文化的責任 沒有文化沒有道德 用這樣的人再繼續主導中國中國的未來環遊希望嗎? 這些都是一些討論性的 不是 沒問題 海牙就是國家告國家的 我們私人去告就不受的 還有另外一個 海牙就叫做ICJ 有兩個法庭 一個叫ICJ 國際法庭 另外一個叫ICC 就是那些罪犯 犯了什麼戰爭罪 什麼罪那些 那個ICC就是中共沒有參加的 所以比較難告它 那個ICJ一定要國家對國家的 一個是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一個是International Court of Criminal 所以這兩條路 我不斷在這裡找一些律師在談 我現在最近都在談 就是去我們香港人 香港人的那個人去告 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說它就破壞了中英人的聲明 令到我們現在的損失要它賠償 這個我也在這裡跟人在談 但是很多律師就不敢接 創作之後 他們去私留 以後就不用跟中共做生意 他們還想著將來有希望 跟大陸公司來 他們可以代表他 代表大陸公司的 所以真的那些人他們不懂了 現在你要打擊它 還有沒有什麼事情啊 老師 其他沒有了 袁巴 好啊 好啊 老實說 誰拿著那些股票 香港現在九成股票都是大陸的了 扔吧 不要炸 真的是炸死 一直不斷下 別捨不得 剩下 止損 是不是 停止損失 我想問一句 俄羅斯的油艇 現在還在香港 還沒有移開 根管李家超都要講的 同樣的動調 就不會有任何的行動 但看到歐盟那邊都在譴責 美國也有 這件事是不是很大很大很小呢 現在看到俄羅斯的企業和資產 已經在打田 可不可以進來香港 做一個避風港呢 這件事是不是都會令到香港 面對更加大的風險 制裁的風險 因為現在制裁 李家超也好 林鄭 這些是鄉下仔來的 沒去過見過世面 他不知道美國賴起來可以辣到什麼 歐盟可以賴起來 他可以不讓你香港的船返回去 他進去海港那裡 他只是這件事已經搞死了 現在香港那些以為 早知道大陸怎麼做 他就好像流羅那樣 拉拉隊那樣叫一份 他都不知道 現在今時今日香港沒有了 金融造新已經沒有了 不會再回來的了 就是他們那些戰狼 一會兒又說人家要來到 又說要隔離 有這樣那樣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搞出來的 好像林鄭那樣 好像林鄭又學了北京 沒有了你那幫外國人 我們照樣有其他人來賺錢 你看現在又沒有了 你看11月那幫人 進來和你投資 就是這些全部都是傻的 那些戰狼 整個華為就是被戰狼搞死的 原本被林鄭飛自己去談 肯定談得行的 你生意佬懂得讓步 適當讓步 那些戰狼非但不讓步 還要講到鬼這麼威風 所以你看著 這是什麼李格超 你哪裡懂的 是鄉下仔而已 這些在香港 因為香港本身是一個國際城市 所以影響到他們好像很國際 這些哪裡懂得國際問題 整個都是鄉下人來的 老實說他在香港讀學讀書 不等於他懂得國際事件 有沒有在外國讀過幾年 有沒有做過什麼在外國 沒有啊 這幫人唯一就是會考成績 會考成績多好 是這麼多 怎麼跟國際完全不一件事 我都有時候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遞他們 我們要知道他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 你真的在國際上去跑過碼頭 你跑幾個碼頭 什麼都沒跑過 那幫人有孤陋寡民 笑話來的 所以 你看著 我說給你看 人家如果要制一制你 你香港的船不要進來住了 我們要檢查 那不用說法律 我經常都要檢查你 那你就死了 不用做了 老大 你來正在抹茶 我可以安靜 你不在於